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解析的内容 这是一个AI驱动的新型媒体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网址是Build the World 节目的内容是 打败OpenAI的AI出现了 迄今为止最快和最强大 后台是谷歌与亚马逊 美国与中国会在人工智能方面拉开距离吗 在最新的技术进步浪潮中 人工智能AI领域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竞赛 旨在构建出最智能最高效的AI聊天机器人 最近一个名为Anthropic的初创公司 推出了其大型语言模型的第三代 Cloud3克劳德3 标志着这场竞赛的最新进展 Anthropic由OpenAI的前领导人创立 是一个与OpenAI竞争的公司 其总部位于旧金山 这家公司声称 这是一个聊天机器人和一套人工智能模型 它称之为迄今为止最快和最强大的 去年这个时候 Anthropic被视为一家有前途的生成士 AI初创公司 由前OpenAI研究高管创立 它已经完成了A轮和B轮融资 但它只推出了聊天机器人的第一个版本 没有任何消费者访问或大张旗鼓 12个月后 Anthropic的快速发展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 包括谷歌 Salesforce和亚马逊等大型企业的投资 这些合作伙伴关系 不仅为Anthropic提供了资金支持 也为其提供了云计算资源和技术合作 帮助其快速发展和扩大影响力 例如Anthropic与亚马逊的合作 亚马逊表示将向该公司投资高达40亿美元 这是对Anthropic技术实力和市场前景的重大信任表现 在过去的一年里 这家初创公司完成了无比不同的融资交易 总额约为73亿美元 根据PitchBook的数据 生成士AI领域在过去一年中成爆炸式增长 2023年在近700笔交易中投资了创纪录的291亿美元 交易价值比一年前增长了260%以上 这已成为企业财报电话会议上最热门的一句话 学者和伦理学家对这项技术传播偏见的倾向表示了极大的担忧 但即便如此 他还是迅速进入了学校 在线旅游 医疗行业 在线广告等领域 安弗派克联合创始人 Thorov Aura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 有60到80人从事核心AI模型 而120到150人从事其技术方面的工作 对于人工智能模型的最后一次迭代 一个由30到35人组成的团队直接参与其中 总共约有150人支持他 Emaday在7月份告诉CNBC 安弗派克表示 克劳德3可以总结多达150 00字左右 或者一本相当大的书 想想 大约是白金或哈利波特与死亡盛气的长度范围 它以前的版本 只能总结75000字 用户可以输入大型数据集 并要求以备忘录 信件或故事的形式提供摘要 相比之下 ChatGPT可以处理大约3000个单词 Anthropic的Cloud3模型具有三个版本 每个版本都具备了计算机视觉功能 能够分析照片、图表或图形中的内容 这一创新避免了生成新图像的复杂性和潜在争议 如谷歌最近因其双子座聊天机器人 描绘不到内容而不得不关闭的功能 这些版本被命名为Cloud3 Opus、Sonet和Haiku 分别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和需求 提供了多样化的支持和解决方案 尽管如此 所有这些合作伙伴关系 也引起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的关注 FTC作为反垄断执法机构 预计将在本月晚些时候提供更多信息 以回应其向这些公司发出的强制性命令 这表明 随着AI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商业应用的扩大 监管问题也成为了企业必须面对的重要挑战 Cloud3模型在功能和性能上的显著提升 体现了Enthropic在AI领域的技术进步 据公司称 Cloud3 Opus在行业基准测试中 表现优于OpenAI的GPT4和谷歌的RIGA 这说明了其在本科水平的知识 研究生水平的推理和基础数学等方面的先进性 这种性能上的飞跃 不仅展现了Enthropic技术团队的实力 也为用户提供了更高效 更智能的AI工具 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数据处理和分析需求 Enthropic的成功并非偶然 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Joe O'Rei透露 有60到80人从事核心AI模型的研发 而120到150人从事其技术方面的工作 这个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 致力于开发和完善AI模型 确保其在安全性 可靠性和功能性方面的领先地位 Emma Day还指出 Cloud3对响应中的风险有更好的理解 这意味着在处理敏感话题或安全护栏时 模型能够更加谨慎和准确 世界是多模式的 OpenAI首席运营官Utus 在11月告诉CNBC 如果你考虑一下 我们作为人类处理世界和与世界互动的方式 我们看到事物 我们听到事物 我们说事物 世界比文本大得多 因此 对我们来说 文本和代码是单一的模态 单一的接口 我们总是觉得不完整 我们可以拥有这些模型的强大程度 以及它们能做什么 但多模态和日益复杂的人工智能模型 也带来了更多的潜在风险 谷歌最近将其AI图像生成器 其Gemini聊天机器人的一部分下线 因为用户发现了 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的历史不准确和可疑的响应 随着AI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领域的扩展 生成是AI已经迅速进入了学校 在线旅游 医疗行业 在线广告等多个领域 这种技术的普及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也引发了学者和伦理学家对技术传播偏见倾向的担忧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 但AI的发展势不可挡 它正成为企业财报电话会议上讨论的热门话题 象征着其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总的来说 Anthropic的Cloud三模型的推出 不仅是该公司技术进步的体现 也是整个AI行业发展趋势的缩影 随着AI技术的不断演进和完善 未来的AI聊天机器人将更加智能 更加多功能 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然而 这也意味着 企业和社会必须面对伴随而来的伦理 安全和监管挑战 确保技术的健康发展和正确应用 观众可能会问 我还应该了解哪些相关的背景知识 才能更好理解这篇文章呢 一 人工智能 AI是模拟和延伸人的智能的一门跨学科技术 涉及到计算机科学 心理学 哲学 逻辑学等多个领域 AI聊天机器人通过模仿人类的语言理解和交流能力 可以和人进行自然语言对话 广泛应用在客服 在线教育 游戏娱乐等领域 二 Anthropic是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的初创公司 由OpenAI的前领导人创立 OpenAI是全球知名的爱未来研究机构 过去开发出的GPT三等大型语言模型 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与竞争 受到的监管压力也在增加 例如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 作为一个反垄断执法机构 已经对Anthropic的合作伙伴关系进行了调查 四 生成式AI 是一种必用算法生成新的原创的内容的技术 应用范围极为广泛 但也引发了一系列伦理 安全等问题的讨论 这些背景知识 将有助于您更深入理解Anthropic的Cloud三模型的推出 对人工智能领域的影响 请继续介绍 目前大型语言模型的竞争与升级情况 当前 大型语言模型的竞赛 已经吸引了全球众多科技巨头 以及新兴的AI初创公司参与 这些公司都在竞相推出自家的大型语言模型产品 以追求在智能度 处理效率 以及商品化实现等方面的领先地位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OpenAI推出的GPT系列 从GPT1到GPT4 每一次升级都体现出了语言处理能力的显著提升 尤其是GPT3 凭借其500亿参数的强大规模 向世人展示了大型语言模型 在阅读理解 文本生成 以及各种人工智能任务上的卓越性能 其商业应用 更是涵盖了教育 医疗 游戏等多元化领域 同样位于竞赛前线的 还有谷歌推出的Gemini系列 通过模型训练和生成制图的方法 实现了图像和文本的高效融合和交互处理 展现了AI在多模态互动上的新可能 新进的Anthropic公司 则一起Cloud3模型吸引了世界的眼球 与前两者相较 Cloud3在文本处理能力上更进一步 可以快速准确地总结 多达15万字的文本 明显超过GPT系列和Gemini系列的处理范围 同时Anthropic还在模型的计算机 视觉功能方面进行了突出创新 使其Cloud3模型具备了分析照片 图表或图形等视觉数据内容的能力 更全面地实现了多模态AI应用 总的来说 目前大型语言模型的竞赛 扩展了AI技术的界限 使AI从单一模态的处理 逐渐向多模态的处理转变 从而在企业服务 用户体验等方面 表现出更高的效率和价值 然而 这也对AI科技的伦理 安全和商业化等挑战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是接下来人工智能发展 将需要持续关注和探讨的重要议题 你评估美国与中国会在人工智能方面 拉开距离吗 从目前的报道来看 尽管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上 存在一定的差距 但具体到是否会拉开距离 还需要结合多方面的因素综合判断 首先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 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投入和技术水平 目前 美国在人工智能核心技术 及其应用方面的领先地位 不容忽视 比如GPT系列和工业领域的深度AI应用 而中国 在大数据及应用场景丰富度上具有优势 如借助强大的互联网人口优势积累的数据 以及在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有所突破 其次 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是影响两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因素 美国有稳定的创新环境 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以及高效的创业和金融环境 而中国的市场巨大 政策推动力度大 对技术导向型企业有着大力度的支持 再次研发人才的流动也会影响这场竞争 一方面受当前中美政治关系影响 中美间的人才流动受到一定压力 对于中国而言 如何保持和引进高质量的研发人才 是实现人工智能长足发展的关键 而对于美国如何保持其吸引全球人才的优势 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因此 结论并非简单的黑白判断 中美在人工智能的竞赛中 都有各自的优势和挑战 美国依靠强大的技术实力 和成熟的创新系统保持领先 中国则借助庞大的市场和政策优势 迎头赶上 双方在交流和竞争中 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 在未来 中美之间是否会在人工智能方面拉开距离 还需要持续关注和研判 同时也需要看待 中美如何通过协作与竞争 共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各位观众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了 Anthropic公司推出的Cloud3模型 以及当前大型语言模型的竞赛与升级情况 这场竞赛不仅展示了 AI技术在处理自然语言 和多模态数据方面的巨大潜力 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伦理 安全和监管挑战 Anthropic的Cloud3模型的推出 展现了人工智能 在处理文本和计算机视觉方面的巨大进步 与此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 OpenAI 谷歌等公司 在大型语言模型领域的不断努力和创新 这些竞争与升级 为我们带来了更智能 更高效的 AI聊天机器人 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和便利 然而 我们也必须意识到 随着AI的发展 我们需要面对的挑战 也越来越多 伦理问题 安全问题 以及监管问题 都需要我们共同关注和解决 只有在确保技术的健康发展 和正确应用的前提下 我们才能更好地享受到 AI带来的便利和创新 最后 我想邀请各位观众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对于 人工智能发展的想法和看法 你们对于Anthropic的Cloud3模型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认为 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 会拉开距离吗 欢迎大家留言提问 我们一起来探讨 谢谢收看 谢谢大家 收看六读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读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读世界网址是 六读世界网址是 六读世界网址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